我照耀 你我足够降临 你只能成真 我们感谢天开了 是我照耀 神灵江河 从天交换燃烧我热情 神灵江河 从天交换燃烧我热情 为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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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这美好的主日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 赞美敬拜你 我们福福敬拜你 因为你的伟大高过诸天 主啊你的奇妙生过碧海 主你赐我们生命 赐我们有气息 你创造宇宙万物 你为我们上十架 完成救赎之功 主啊你彰显你的荣耀 我们活着就是要努力见证你的名 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 我们才能在这里赞美敬拜你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 在你的恩典中一个都不失落 主啊求你分别为 剩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和忧虑 求主赐我们干强面对所有的苦难经历 因为这些都是你化了妆最美好的祝福 主谢谢你让你宝贵的信恩典 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 带领我们每一天走过死因幽谷 来到你的分圣之地 你的青草地上 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 你是大牧者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无论是说的和听的 同门益出同德造就 感谢赞美主 话语由我主耶稣基督赐下 奉主得圣的名祷告祈求 Amen 好感谢主 我们又来到主的宝座前 我们赞美敬拜主 好那我们今天呢 要分享的呢 后面是一些就是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个常识 那可能 时间上面呢 可能稍稍会长一些 但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 也是我们上一周 我们就是每一天读金钟 刚好又碰到的 那其实我以前在教会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分享呢 应该我是没有 应该是疫情后面 我才有留那个影音资料的习惯 所以以前我们都是留下这种 就是 文字就是那个 宣传文字性的 那么现在我们留下的是 就是会有什么影音啊这样子的 或者是至少也是录音 所以呢 我想说那既然这个这么重要 就是每一个教会的人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话 那我还是想说 比原来更详细的 我们再来就是分享一下 让大家知道 因为你无论在哪一个教会 我们属于那个全世界 我们属于同一个我们主的教会 对吧 然后每一个人也是属于一个地方的教会 那我们属于地方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 就是神是有次序的嘛 一些就是肯定是在神里头的那个规则 规矩 这个是你不要说我信神啊都可以哈 你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是尊主伟大的时候 那你一定是就是说按照主的那个 就是就是我们按照主的这个规矩走嘛 人无意象就必犯事嘛 就是你肯定是要尊主命令 不是尊我们自己的命令 那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主啊 你给我更多更丰盛 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主啊 我还要再荣耀对吧 那我们就要主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主赐更多的恩典 然后面还有一句话 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你骄傲的话 那这个东西可圈可点 就主逃造我们造就我们 好那主赐更多的恩典呢 这个是来自哪里呢 雅各书的四章六节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为要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神会赐更多的恩典 这个很简单嘛 就自面他的意思嘛 就是神他就无穷尽的恩典嘛 所以他不会说我赐给这个人呢 我就没有恩典给那个人呢 神也不会说我赐了今天 今天的这个份 今天的量就没了 神给我们每一天降下马那 当时周六就安息日的前一天 那是降下酸辈叫你安息日不要做工嘛 是吧 那这个是神他有那个他的美好旨意 他的安排嘛 但神本身就是他是无尽的恩典的嘛 那我们呢就是要谦卑下来不能骄傲 对吧 这个是就是那个雅各苏四章六节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更多的恩典 那成得到神更多恩典 你你会骄傲 你不能谦卑是什么原因呢 那第七节说我们要顺服神 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顺服 就一点点的没有顺服都不叫顺服 顺服是完全嘛 完全摆上 完全浮浮 那这边有讲说 物要抵打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所以这个顺服神 你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抵打魔鬼 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 那你们就是魔鬼会跑跑 就是你肯定不想要魔鬼贴身伺候你 贴身就做你的好朋友 你肯定嘛 你要神做你的好朋友 就像我们和平弟兄唱的 主耶稣你是我最好的 最知心的朋友对吧 那就说你们要顺服神 物要抵打魔鬼 那顺服神跟抵打魔鬼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 就同时出现的一个那个 同时出现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 你就抵打魔鬼了 这样这样就是有没有明白一点 而且魔鬼你不打不仅抵打魔鬼了 你顺服神的时候呢 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 就跑了 就你不需要去 就你不战至圣 你不需要打仗 他就赢了 为什么神为我们争战 那这个第八节呢 还告诉我们一个就是 呃就是方法吧 或者就说你考试能得高分的 一个诀窍 就是第八节 你们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呢 要清洁你们的心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 我们呢 是要被神洁净的人 哦就是你亲近神 守洁心亲嘛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嘛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被神洁净什么 你的手 哦 为什么你的手呢 哦 你所有做的功 你哪怕脚不踏出去 你手所做的功 是吧 好心怀还有你的心思意念 就是说当你的心起了意念的时候 哎 你手就不自觉的 就会呈现出这个意念 所以呢 神说 心 守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就是说 你亲近神 你全人交给神 那我们里面 活着都是主耶稣 我们里面是圣灵掌权 这样好 那神呢 要我们就是说谦卑 神是按次序的 神不是没有规矩的 对吧 就是 在教会里头 我们顺服年长的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服在神的下面 这个年长不仅是你年纪大 如果你年纪非常大 但是你在属灵上还是阴海的话 那应该是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权柄 人家可以顺服你 那但是呢 当你服在神的 顺服在神的这个大能底下的时候 服服谦卑哈 那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五到七节说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 怎么样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就当我们服在神的手下 你就有一个病你肯定不会得 就是忧郁症嘛 对吧 因为你的忧虑都谢给神了 然后你谢给神是因为什么 神的怜悯慈爱嘛 神是公义的 所以神呢 他要审判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满足神的这个审判 这个要求嘛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个 就是补足了我们的补足 那这个就是神顾念我们嘛 就主耶稣基督把人世间 我们所有要走的路都走了一遍 然后最后他还是赢了嘛 因为他完全顺服 在神的时间 神的地点 就是按照神的话语 然后他上十架嘛 然后复活 所以呢 神说 以赛亚书六章二节神说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就所有你都是神的 对不对 所以就都有了 神说利就利 命利就利 对吧 所有就有 但我所看顾的呢 然后神都有了 然后庙里头有没有 庙里头的人也是神造的 对吧 但是呢 他说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葬金的人呢 神是看顾的 你看他原话是 但我所看顾的就是 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葬金的人 就是敬畏神的人 知道自己做的不好 做错了 神啊 我改 或者是神啊 我这不是做不好 做不到吗 神你帮助我 而不是说我就是这样 或者我不需要改 那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啊 他们都这样啊 对吧 所以神会看顾保守 那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身边没有神的话 你身边没有神任何的一个 就是 没有神的任何的一个点拨 没有圣灵的感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知道就是 所有的这些 神的恩典啊什么 他不可能临在你的身上 因为他看顾保守 是四面环绕你 你知道有神 你知道神在帮助你 你有从神而来的信心 你相信神 你不是相信自己 对吧 那这些都需要我们服服 都需要我们呢 要谦卑 就是要谦卑服服在神面前 那这边有讲 神呢 就是我们的神 所厌恶的有几个呢 好 我们这边念一下这个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的心所憎恶的一共有七样 就是 呃 一共就是 这样算到来就是七样 我们等下念一下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沙晃的蛇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缓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再看一下 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图缓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对啊 一共七样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七样中呢 骄傲排行第一 那我们看到就是最早的时候 那个魔鬼是因为什么 骄傲他堕落了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就是自己很美丽很聪明 他想要与神同等 能干的不得了 这个就是以西结书28章17节说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 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然后以赛亚书14章14节说 这个是指撒旦 他说他要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那我好可怕 就是就是你创造之物哈 而且那个天使撒旦那还是服役的灵啊 他要跟我们的创造者上帝同等 所以呢 他就堕落了 因为骄傲而堕落 所以骄傲就是不行 神要我们谦卑 那谦卑最厉害的一个榜样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腓立比书2章6到8节 就是神的话语哈 教导我们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谦卑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腓立比书2章这边 对吧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 已经做了这个 就是最好的榜样 那我们呢 学习他肯定就是 你不可以一步到位 你成圣的过程 或者我们是 就是泥土 在陶降手中被陶造的 这个整个过程呢 那你需要一个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里头 神会引领我们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的场合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都能信靠主 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有悔改的机会 马太福音18章4节说 凡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我们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 他完全相信父母 对不对 父母跟他说 你是我的孩子 就你是我的孩子 对吧 也没有小孩子说 好 我现在先验一下DNA 看一看 你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当他们牙牙血语的时候 是不是父母说 叫爸爸 他就叫爸爸 叫妈妈 就叫妈妈 对吧 这就叫完全顺服的心 非常纯的那个心思意念 那就是骄傲的人呢 我们简单的先举几个吧 一个喇叭 就是就是那个大魏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就是 他是要已经被历 历做下一任的王 但他在那个时候还是被扫罗追杀 都跟着他的人都是什么 就是欠债的 或者是就是就不堪的人嘛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去跟这个财主拿巴 就是说 要一个就是叫什么 食物吧 或者就是储备这样 食物储备啊 这样子上面的一个支持 那拿巴就觉得 就说他这个 这个你都失事了 没有什么势头啊 就说这个大魏 谁是大魏 我不认识 我知道有个人是逃跑的什么的 然后后来还好他的太太 去那个大魏差点要来杀他了 灭他了 后来他太太不是去迎上大魏吗 后来就还带了礼物去对吧 后来他拿巴他是就是很有钱嘛 他就醉酒淹乐嘛 他那个酒醒了以后他太告他这个事情 他吓死了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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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那个敬拜唱师班的那个最最领唱啊 他那个就是宰歌宰舞还打鼓什么敬拜神的 他因为就是质疑摩西的权柄啊 那就是有怨言嘛 发怨言领袖发怨言 长大麻风 然后呃这个特别丢脸的是 因为全以色列人都要等他长大麻风捷径了以后才走 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被神管教了 可拉一打也是质疑那个摩西的一个权柄 然后就蹦跳就是地直接裂开 但你不要以为就是说神惩治了他以后 那神就永永远远不要他了 撒末尔就是从这个字卖出来的嘛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差不多很快立刻就被神惩治了 尼布甲尼撒王 尼布甲尼撒王他是那个 就是他们掠掠了圣殿 掠掠了以色列人也就算了 圣殿的那个就是那些那些既适用的那种器皿啊 什么也也也掠去了 然后他还要在他们就说什么燕乐啊 什么party的时候拿出来放在他们那边 然后拿神的这个器皿 就拿着放在他们那边去一个 呃去醉酒燕乐 结果呢 不是神就很有名的神的手指头在墙上写字 然后他看不懂 然后皇太后跟他说 哎那个民中那个就是但以理嘛 他是有神的灵的那个人 就是很有智慧的啊 就比他那些数数啊什么偶像的那种都厉害 后来去问嘛 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解释嘛 就是说他的那个罪和过错在天平上已经不行了 神蹭了又蹭你就是太太那个亏缺神的荣耀了啊 那神其实呢 呃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四章这边 就是神还是有给他悔改的机会 哦就但以理书四章的二十七节 但以理说完他将来的结局的时候 其实二十七节有说王啊 求你悦纳我的贱言 就我现在跟你敬贱贱言 是不是就不好听啊这话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什么叫施行公义 施行神国的事情嘛 对吧 遵行神的旨意嘛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就你要怜悯人嘛 你不能狂妄自大嘛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就你不会就是历时毙命 或者你的王位不会就 马上就在你这里就没了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 你不讲你杀 就巴比伦最后是灭亡的嘛 但巴比伦那么繁华的 是不是那么不可一世的 那他的贱言是什么呢 就是他神那代理跟他说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那时候他肯定不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他高高在上 与野地的寿同居 就你变成野人 吃草如牛 被添入地狮 且要经过七七 就是说你很苦 你还马上死不了 然后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就知道 王的心在神的手中 就是好像浓沟的水 神要他怎么留就怎么留 那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 那你不讲你杀王神干嘛 不让他的心像浓沟着水呢 神给人自由的意志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神给你定了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世上 我们是演一台戏 给天使和世人看 那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应该怎么做 都讲好了 神是总导演 然后你说我不要 我非得就是被盗而行 那神是又不是造出机器人 神是造美好的 圣好的我们的人嘛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26节说 守万者既丰富存留素敦 等你知道诸天掌权 以后你的国必定归 必定归你 王呢 你求你悦纳我的建言 就我们刚才说的 对吧 但是呢他有没有听呢 那就是如果他听了 他也就不会变成那个野人 什么跟野弟的受同居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28节这边 这士林道你不讲你杀王 然后29节说过了12个月 他游行他继续骄傲 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 为什么 他又大又繁华又美对吧 他说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 要嫌我威严的荣耀吗 你看 是给他自己建的 就像巴别塔一样 当年的巴别塔一样 是给他自己建的 他说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巴比伦 大巴比伦 不是用我大能大力 都是他 他都没有神的恩典 然后这话呢 他说这个话很狂妄 对不对 就是要显他的 他说要显我的威严荣耀 这话很狂妄对吧 第31节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 就是他这个 就是神给你悔改的机会 过了12个月啊 不要说神就是对 就是不爱恶人啊 神相当爱恶人啊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就是神很久忍耐啊 好 这话 31节我在念啊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说 你不假尼撒王啊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就是如果你改这个国 这个位 因为是神在诸天掌权 神把权放给你 让你呢带着百姓什么 让全地的人都能够 让神的荣耀彰显 让人神的名彰显 让人都归向神 但是你呢 好你就让人都归向你吧 话没说完 然后呢 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 你不讲尼撒王啊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的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七 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展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我 就跟前面 你看25到25到25节 这边和这个32节 一模一样的话 再说一次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展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好33节 当时这话就应验在你不讲尼撒的身上 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 就你 完全你的权力 都是你暴君嘛 你可能就是镇压 你用军队 或者你也不是像神一样有恩慈有怜 怜悯啊对吧 也没有又没有公义 所以当你没有势头了 那就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理你了嘛 所以就是当神的话 应验在你一部讲尼撒的身上 他就被赶出 33节哈 他就被赶出 离开世人 吃草如牛 身被添入地狮 就没地方住啊 你有地方住怎么会被添入地狮呢 头发长长 好像阴毛 指甲长长 如同鸟爪 哎我抓到一张照片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人不人归不归 瘦不瘦 好 这是尼布子亚尼撒王 在但以理书第四章 对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还过了12个月啊 这个这个西律 西律雅基帕王 在使徒形状12章23节 这个更更长 这个是历史毕命 这个使徒形状12章23节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主的使者是谁 天使立刻罚他 就神立刻派那个天使罚他 他被虫所咬 一只小虫 他觉得他非常厉害 不可一世 也是就是当时的世界霸权的那个 就最大的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这个就差不多没活过24小时 好那我给你看一下他是什么样子的 好这个是在使徒形状12章 使徒形状12章 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呢 因为12章的第一节就讲 那时西律王下手苦苦 苦害那个教会中的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就是杀了我们的人 那个基督徒也就算了 还杀的还想杀更多 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讨好那个就是被殖民的人 然后呢就去捉拿彼得 我们大使徒 那个时候正是除教的日子 也就节期嘛 然后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间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人 意思是要在预约节后把他提出来 但是百姓办他就要杀他 而且还在严密的看守 于是彼得就被囚在间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 那神为什么会兴起做工 神为什么历史管教 让我们百姓 神的百姓能够稍稍好过一点 因为历史历代 他们都逼迫嘛对吧 因为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 那你说雅各 约翰的哥哥雅各没有祷告吗 不是的 神有他最美的 就是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意思 因为在基督徒生和死 就是不是我们世人那么算的 或生或死 你都在神的手中 也就是说 再简单一点说 约翰的哥哥彼得 sorry 不是彼得 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已经完成了世上的功 就很像你看一下 他非常爱主的有的基督徒 他很少就被接走 那人家已经完成了世上的功 神已经让他安歇在主怀了嘛 但是你没有嘛 你就继续做功嘛 见证神嘛 对吧 好 那我们是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这种里面 到底是不是我们就会非常惨呢 你被兵丁这样的看守呢 其实西律家要提 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 我会快的念一下 西律家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你看那个西律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残暴 一点友好都没有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两层 两层好像保险柜一样两层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观照药天使拍彼得的热盘 拍醒了他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束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然后彼得呢 就跟着 真的跟着出来了 他都不知道天使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以为在梦里 然后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前他的使者 就我脱离虚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就我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这就已经走出来了 他以为在梦里头 然后呢 就是使女是叫什么名字 出来探听都那个 你可见这个使女半夜都没睡觉 没睡觉干嘛 祷告 那听的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 顾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 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必是他的天使 他们还不相信 还不相信 然后这个天使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这天使在英文圣经里头是一个负数 什么是负数呢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身边都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天使 然后我们看到彼得不住的敲门 他开了门 看见他就圣惊奇 彼得摆手说不要他们做生 就告诉他们主 怎样领他出间 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神为什么行这么大的神迹启示 因为雅各走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灰心 会不会善胆 然后神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耀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人嘛 小心哈 然后到了天亮的时候 兵丁扰乱的很 因为你看城城的铁链 还有两班的兵丁 对不对 然后呢 兵丁扰乱的很 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然后西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他们拉去杀了 知道前面为什么彼得跟他们说不要做生 17节 彼得白手不要他们做生 如果他们当时做生说 哇我们欢呼啊 我们到那个就是 人最多的地方 我们去做布道会 告诉他们 那个神知道西律王有多么的残忍 神要保存 他们保存实力 在神要的时刻才出来 你看 西律找他找不着 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 后来西律离开犹太 下盖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你看 所有的看守的人都被杀了 西律非常残忍 连他自己的人都不放过 然后呢 20节说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良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成 柏拉斯都的秦一心来求和 然后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 看到这里哈 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方 然后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你看百姓也不归荣耀于神 然后我们看到23节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被虫咬 气就绝了 就立刻就死掉了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就是 神让他立刻救死 因为众百姓全部都看到 然后众百姓也不归荣耀于神 所以呢 神行这个神迹启示是让人要什么 归向神 要归向神 所以神会赐更多的恩典 神会让我们存活 是因为我们呢 是要在神里面 我们要在神里面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今天要在讲的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谦卑的是什么 就是在神的侍奉的里面的我们的职位 我们在到底在神的那个 圣所或者教会 那我们那个在 我们在那个侍奉主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侍奉的一个 嗯 如何荣耀主 或者是神的国 或者教会 他真的有一个那个规矩吗 就是有一个那个吗 好 大家稍稍等我一下 好 我们继续这边说 说到我们要谦卑 然后我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就是 我们谦卑这个有关于我们服饰跟 侍奉的这个 就这个主题的 我因为上一次讲过 但是讲的比这个简单 那我今天想要跟 就是全部很笼统的跟 就是就是大概就是 不要不能说笼统 就是很详细的跟大家 就是再说一次 因为那个呃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我们在主内很多有时候 纷争呢 或者我们自己觉得不明白的 然后会造成很多误会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服饰 这个是要谦卑下来 因为神的国或者是神所说的这些 完全不可能是说 呃一面倒的是两两刃的简 你知道吗 就完全不可能是我们一面就是 你你只能做什么事情 你那个事情不能做 而且呢 只找对你有利的事情 这个都不行 都不荣耀神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侍奉中 这边是不是有说 提摩太前说二章十二节说 就是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浸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说 那女女子就不能出来讲道 就不能出来那个侍奉 因为这个你看那个保罗都这么说了 哈 那个但是神呢 他其实是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误解的哈 就是因为他这个的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说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 歧视从你们出来吗 歧视当临到你们吗 这个就是 非常容易引起误会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放的 就慢慢来说哈 那所以说 这个是一段经文 就说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 就有很多人说 根据这里的经文来说 这两段经文来说 就是这个不许女人讲道 那这两段经文其实是被误解的 被误解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有上下文呢 就这段经文 就是男人和女人应该有的表现 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的这个八到十五节里头 他是先说到什么 他前面有说什么 他就是上文下理嘛 你前面就是这个不能说 你一句话不能说 或者一个故事 你不能就这样断斩取义嘛 对不对 他前面说 夫妻在家里的表现 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发什么的 这样表现 他不是说在教会里的侍奉 而且呢 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写的 所以 那这个所以就是接着上文嘛 而且这里的男人是附属 是一般的弟兄 你侍奉不是全部嘛 当时嘛 对不对 但你无愤怒 无争论 就是说 男人比女人容易什么 发怒 容易争论 这个是一个 然后你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举手 你举手一下看一下 你举手这个姿势是不是表示你投降 你是不是有降服的意思 你被俘虏了 你或者是你不想打仗了 你是不是就举起白旗举起手 你手是往上面嘛 对吧 我们向神举手是出埃及记9章29节 我们低头创世记24章48节 我们望着神诗篇25篇15节 我们跪下历代之下6章13节 还有一种什么 浮浮在地的 叫浮地的 创世记17章3节 还有一种生产式的 我们称为 猎王记上18章42节 脸浮于两膝之中 这个挺难的 你那个关节不好 还不容易做到 因为这个要平常像俊林那样子 有做那个什么拉筋啊压腿啊 对吧 还有垂着胸 路加福音18章13节 而且是什么 神不是说你只有在主日敬拜的时候 你祷告 敬拜啊 他是随处 男人要就随处随处祷告 这刚才说无愤怒 什么无争论的之类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你不只 你如果说你这个只是说聚会的 聚会的什么形式 聚会的这个程序啊什么的 那这个就不对嘛 对不对 那神不喜悦我们什么 不喜悦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手不圣洁 以赛亚书一章15节说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奄奄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杀人在新约圣经里头 杀人是什么 你恨一个人就算杀人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许起圣洁的时候 就不仅我们要外表 还要内心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不许 女人讲到他前面的 是先讲到男人 先讲到这个家里 先讲到要用心灵诚实 这个意思不是直接讲到女人 不是讲教会的这个 就是怎么说 教会的侍奉的岗位这样子 那教会侍奉的岗位 这个比较长 但是我们还是要念一下 因为圣经的经文非常重要 好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12章 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惑 就我们做外邦的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心里迷糊嘛 然后在这边写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是不是庙里头的是不是都哑巴的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圣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我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也就是说你能信主 你就有圣灵 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 他是信不了主 但你信主了以后 不是在服侍吗 你不是要有恩赐吗 你不是要有更多的丰盛祝福吗 在这里第四节开始说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就说你圣福圣子圣灵 他都是一位神 但是他是什么不同 公用不同 执事不同 做不 就是在为我们做不一样的 那个执事和公用方面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叫人得益处 所以当你相信神 你是会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 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 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看到没有 行义能是正常的 你有神的那个大能在那里 医病感鬼 这是正常的 你医病 你医不了病 感不了鬼 你这是不正常的 好医病感鬼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医病 特别是因为医病和感鬼 这个就是有病 有病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治 医院 如果你觉得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你的资源 你觉得哪里更适合你 你有平安你就怎么做 因为在神里头 凡事都可行 不都有益处 但是只要神跟着你都行 所以有行义能的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翻言 又叫一人能翻翻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亦分给个人的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这些呢 你可以求 但是最后呢 决定谁可以行义能 谁可以做先知 谁说翻言 谁翻翻言 这些都是神觉得你适合就给你 对吧 那我们从12节开始到25节 就如生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生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希腊人 是维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圆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摄若脚说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摄若耳说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跟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的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却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不俱美的越发得着俱美 我们俱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佩戴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这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 然后神把这些聚各安排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 自己的职任 如果一个受苦了 另外一个就是 你一个脚受苦了 你全身都受苦 你一个小指头受苦了 全身都受苦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一定是联与耶稣基督 我们是各自做肢体 好 这个第28节到31节 耐心点再听一下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OK 使徒 先知 教师 这是圣经里白纸黑字的 其次是行义能 那所以呢 神要我们什么 先从他的话语开始啊 不要动不动就像那个 以前披灵披孔的时候 说封建迷信那样子的 对吧 然后再次就是行义能 然后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治理事的 说翻言的 这就是探访啊 关怀啊 但是一定要是先从什么 神的教会开始 然后神的话语开始 后面才有关怀嘛 然后才有个人祷告嘛 就是说翻言啊 翻翻言啊 对不对 然后神说 其不都是使徒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翻言的吗 其都是翻翻言的吗 你们也切切的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给你 就是你拿了耶稣基督 你就有这全部了嘛 你拿了爱的源头 你还什么爱行不出来呢 对不对 好 那当你有爱了 当你谦卑了 当你要照着神的规矩来说了 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了 女人到底怎么样 可不可以 好 他这里说的女人 呃 原文是有妇人的意思 哈 他就是那个 呃 呃 呃 原文还有什么 呃 就妇人 就 就是不是指一个 女人 应该 然后呢 复述 复述 然后呢 后面就又怨女人 那就是说照样嘛 就跟男人一样嘛 前面不是讲男人吗 后面是又怨嘛 那又怨的原文是照样嘛 你翻译成又怨嘛 又怨也可以看出是end嘛 好 好 那 其实这里呢 那意思就是说 呃 我们女子呢 就是你外表要有廉耻 要有自首 你要端庄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口里头不能出出出言出话 你要自首 就是说你自己的心心思意念 你都要就是正派嘛 就是嘛 对不对 你穿着正派嘛 就是啊 那那那个呃 这个东西就是在神里面嘛 你的特别正派 伊斯兰教全身包了 你就过了嘛 你就过了嘛 那他这边其实还有 有写说什么 不以鞭法 环金 珍珠 以贵价的衣装为专饰 不是说你不能带珍珠 而是你不能看这些东西过于看神 而且把这些东西全部专探 是为了炫耀自己 你说你要是为了荣耀神 让人家看到哎 神对我的恩典 我说恩赐很大 然后呢你也不要就是 怎么说 就是你你不要 嗯 就是过多的炫耀这一些 或者是你你你因为戴上这些完以后 然后你又不端装就不行 你这些呢都是端装的 紧守的 那就这个可以吗 是不是 你现在穿 现在有很多 呃就是你看职场的 他们穿个就是职场的套装 然后他放啊什么耳珍珠啊 什么耳黄啊 或者戴个首饰啊 那也没有不不合一嘛 哦 所以神的东西你不要就是呃就是就那种 一面的奖是两刃的剑 哦 骨头和骨头心思意念全部都能剖开 然后神更注意的是里面的德行 哦 就这个首先是如果妇女来说的话 神说的左右的这些什么呃呃就第十一节这边说 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啊什么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首先是要女人呢你要端端 你不能出俗 对吧 那为什么他说也不许他狭管男人只要沉浸就十二节这边呢 就每次就我们就说会会被误解的话嘛 好 当时当时女人是没有出去工作的工业革命以后女人才出去工作的 因为二战以后男人都快死光了没有人做工啊啊 那当时的女人没有做工啊他全部都是靠男人了 就男人他出去养活全家女人不不不出去的就正派人家哈 不正派的等一下我们会说啊 所以就是你你你你你都没有什么知识 你也没受什么教育背景那你能说出什么呢 你还管那个有受有受教育背景的人是不是 你就就这个你就就这么理解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嘛 对不对 当时犹太社会跟我们中国当时社会一样嘛 女人是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品 你女人是不可以学习律法的 女人的律法都是就是 在专门的儿童啊奴隶啊女人的那个谈里头 会就男人是在那个会谈就男人的会谈里头 男人的会谈里头不像我们现在教会啊 男人女人孩子都可以进去啊 只有男人可以进去啊 那女人是跟奴隶儿童都归在一起的听啊 在甚就是每次庆典啊集会的时候都是这样啊 哦那呃不许女人讲到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有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就以弗所城以弗所城那边呢是有什么呢 以弗所城就是现在就上一次那个土耳其那个地震的那个地方 以弗所他有一个叫戴安娜庙 这个庙里头有很多神迹 就就他们偶像偶像也就算了 那偶像的庙里头就说你跟妓女交合你就会有好处什么的 然后这些人呢呃是 你你是庙里头的妓女那你也是妓女嘛对不对 那当时哥林多的女人呢就是如果是不三不四的啊 不是就是正经女人那呃或者是做这种什么妓女的 他们是不门头的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正经职业的 所以呢他有说是门头你们要门头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 然后在神里头神说我们要买门头是什么 要让天使和那个什么 呃就对天使和世人我们做见证嘛 呃就什么见证顺服的见证 门头代表顺服的一个见证嘛 所以这个跟女人不能讲道啊 什么你们要门头啊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子嘛 因为女人当时没有文化嘛 也没有人送你去读书嘛 还没有宣教士进去给你开什么 呃开医院协和医院的前身 也没有燕京大学嘛都没有这些嘛 所以你你你能学东西就只能从你丈夫那边嘛 或者你你到会堂里头 你跟着儿童啊什么儿童主任学那边嘛 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是在家里的 你不要放到教会 而且当时以夫所教会呢 是什么有很多就是家里很有很有钱的 呃很有呃就比较富裕的那那些呢 贵妇人啊有一些假教师呢 呃他们有时候去探访的时候呢 呃就乱讲就圣经知识就是假教师嘛 然后他们受迷惑了 然后他们等丈夫回来的时候 呃然后又跟丈夫所学的可能不一样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就开始管丈夫了 觉得自己也也好像学到了几把刷子这样子的 知道吧 所以当时的那个情况也相当于是呃 我们要处理一个教会纪律的时候说哦 你先闭口不言 有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 而这里的妇女呢 在原文里是写是指结了婚的有丈夫的女性徒 这是第35节啊 不准他们说话说话新约里头说话这个词 新约里头有300多次不是都是指讲道预言 有的时候就是什么指什么辩论呢 看意了跌跌不休啊 知道吧 不是只是讲道 就他那个翻译翻译的太绝对了啊 太绝对了 好 那个包括其实有时候谈话说话 你祷告说翻言 那也叫说话啊 知道吧 所以当时的习俗 我再强调一下 哥林多的妇女呢 他们被假教师有时候到家里说了 他本来也没有多少知识啊 然后他还变了好政变 自问男人 听不懂也就公开场合这样子 把教会或者把一个公共场所的次序给搞乱了嘛 所以35节又说他们都要学什么 就当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嘛 你是因为你已婚妇女 你怎么能去问隔壁老丸嘛 就是你肯定去问你自己家的老公嘛 那这边所以才有一句很严厉的话 神的道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吗 神的道从谁出来的 神最终是从谁出来的 神的道先从亚当出来的嘛 神先跟亚当讲话嘛 所以说女人到底可不可以讲道呢 你这个讲话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先男后女 或者有一个次序就是未分众的或者是年长的先讲 这些本来就是一个规律嘛 规矩嘛 乱发言你本来就是不礼貌的嘛 又加上门头啊这些 门头的当时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嘛 你现在门头不门头就不会有人觉得是 是妓女和不是妓女正经人不正经人的区别嘛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旧约里头 旧约里头女士师有一个 就是士师纪一共有14位士师 沙姆尔记载 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 沙姆尔记上4章18节 然后沙姆尔做以色列士师 是在沙姆尔记上7章1315节 沙姆尔又立他的儿子做士师 沙姆尔记上8章1节 后来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 所以后来就没有士师 所以有士师纪 后面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对吧 那士师一共有14个士师 士师祭里头一共有14个 其中有个女士师很有名 叫做女先知名叫迪布拉 是拉比多的妻 你看都没有讲拉比多是做什么的 就是她老婆 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然后她带领以色列人打仗 还打成功了 是不是她就 是不是就说她她就是特别能干 她优越过男人呢 不是 但是以色列的男人没有要出来的 连她跟王说你上去会打仗打赢 那个王说你不跟我一起去 她就不上去 所以她就跟他一起去 但她最后还是鼓励王自己 就是自己去增仗 就是看看神是怎样为我们夺取这个仗义的胜利的 那新约里头我们看到有什么 首先把复活的消息告诉弟兄的是妇女吧 对吧 马太福音28章8到10节 那这个传好消息的 这个这个就是传福音传好消息的那个指纹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你看 约翰福音20章17节 耶稣基督说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身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 我要身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跟父女说的 也没有说先跟男人说 哎呀现在我见不到男人了 主耶稣说我先不能说 我一定要见到男人说 没有啊 保罗问安的名单里 罗马书16章3到16节 这个名单里有10个都是姐妹 10个都是姐妹 还有什么 那个女执事 特别的女执事 非比 你们去查一下 女执事的英文翻译是7 大家不要那么理睁我强 牧师 传道 领袖 执事 传福音 我们都是做牛做马的 因为谁要在上 谁就要在下 就是这样 叫服事人 像耶稣基督一样 给人洗脚 那个 百基拉 亚居拉 那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使徒行传里头 每一次都是他妻子的名字 摆在前面 而且是保罗自己亲自说的 还能讲解圣经 因为亚波罗当时去 使徒行传18节 犹太人 亚波罗当时去以弗所 然后他讲解圣经 后来呢 刚好亚居拉 白居拉也在那里 然后竟然就是 他不懂的也是 白基拉 亚居拉去讲给他听 他也可以讲解圣经啊 对不对 没有说 不行 那个白居拉不能讲 一定要亚居拉讲 他丈夫要讲 妻子不能讲 妻子也解经啊 对不对 所以神的 我们可以说女子做这些 不是惯例 是个例 那这个个例是因为神不爱女子吗 不是的 他没有男子可以兴起的时候 那神就兴起女子保护男子吗 这圣经的原话 那男子能做的时候 女子退居第二线 作为帮助者 这是神最初美好的一个创造吗 因为神怜悯我们嘛 我们是没有男子强壮嘛 就是我们是比较 这个在器皿的那个构造和质量上 我们可能比较身体或者就是身体的强壮上 我们弱一点嘛 神爱我们嘛 天塌下来现在男的顶嘛 所以你不要 就是所有东西我们要往好处讲 我要谦卑的讲 好我们看一下 新约圣经菲利比书四章二到三节 有阿爹 寻都基 有阿爹 寻都基 这两个是女人 菲利比书四章 他说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很重视他们嘛 两位妇女 然后妇女还能说预言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到九节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 盖莎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菲利家里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菲利是七个执事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 就是说没结婚的意思嘛 是说预言的 四个女儿都有恩赐说预言 而是在公开聚会里说 也说给保罗听 哥林多有女人讲到呢 就说他这边有说 你如果部门的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就是从属灵的意义上说 你门头你就是要就是 是谦卑的记号嘛 不要是顺服的记号 你首先顺服神嘛 然后是顺服神教会的规矩嘛 规律嘛 是不是 然后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嘛 你当时部门头人家就以为你不是正经女人嘛 我们教会是属于什么派 我们教会是聚会处 聚会处是尼托圣弟兄的 很有名的 对吧 尼托圣弟兄确实也有反对女人讲道 他说女人不可以讲道 就是那个那个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经文 对吧 可是 我给你举出例子哈 尼托圣弟兄一生 对他造就的全部都是女性的传道人 和寿恩教是最有名的 他当时在福建 福建的那个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沿海一带 不是到厦门那边哈 就是在福州或者长乐福清的附近哈 他或者是福州的郊区 他就是后来最后他他原来是在那个大概是参商那一带的那个就是教会的学校教书 后来呢他回国 有一些事 然后回国 后来他又再来的时候呢 他就在就是自己私人的在那个那个地方传教 然后是一个开孤儿院的那个他把房子给他用 所以他就在那里传教 然后尼托圣弟兄呢 可听可听他的话呢 每次被他教导教训 而我们聚会处就是说要尊敬前面老一辈的这个就是就是年年年长的要尊敬的这个规矩 就是尼托圣弟兄传下来的那就是和收恩弟兄 但是他们弟兄们争论的时候和收恩教士女的他就说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不管有没有错先顺服 尼托圣弟兄还收到冰露一师母的帮助 还有一个内地会的女教士也是在尼托圣弟兄灵性最低潮的时候听她讲到 还有一个谁 郊维珍女士她在各地培林会长道的时候尼托圣弟兄也收招 还有巴凯蒂女士她也是到处布道会和奋心会 还有什么郑会端女士 那那个在大马帐大马就应该是在马来西亚那边 然后也是各地布道讲道 而且她还在北京王明道先生就很有名的 也是我们都是聚会处啊或者是就是内地会啊这样子的基督徒的会堂 那个讲道圣经里是有女执事的当她有要求 但其实这个女执事的要求呢 因为男人也是一样嘛 所以你听一下她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长言 有节制 凡事中心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 所以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女人可不可以侍奉 可以啊 可不可以讲道可以啊 从历史来看都有 但是呢很多东西呢 在神你不能说就这样不能动了不能改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呢 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神会让你某一个时间 你应该要这么做 你应该要那么做 你才合一 那这些呢神的时间是最美的 所以就说这些不能按照你说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就神叫你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惯例 就是大概就规律就是这样嘛 前人总结的或者我们经验的 这个是好的规律 那还有一个就是个例嘛 就是在神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要这样做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顺服嘛 我们按照神的规矩神的次序 那确实是先男后女 所以你们看到每次肖牧师在的时候 我都让项牧师先往后嘛 不是说谁厉害谁不厉害的问题嘛 就先创造男再创造女 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嘛 那如果是没有男子的时候 我们也得顶嘛 你打仗的时候就没急 你没有分男女了嘛 就得把敌人打败嘛 就这个意思 所以神呢 要我们什么 谦卑 服服在神的大能手下 靠神 不是靠自己 那这个是几处经文 我们一起念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分享 真言十八章十二节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你想要尊荣吗 你想要在上不在下 居高 居首不居尾吗 尊荣嘛 谦卑 啊 谦卑 雅各书 四章六节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神主党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诗篇二十五章九节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诗篇二十五篇九节 彼得前书五章五到七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树要彼此顺服 因为神主党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你忧虑谢给神 服在下面 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结果交给神 你只管耕耘 只管听话 只管往前走 好 那以赛亚书六章二节说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当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话而战轻的人 我们感谢主 神给我们一条路 我们可以悔改向神 神是我们活人之地的神 虽然我们真的是有患难 有困苦 我们生命中也有感觉有至暗的时刻 但是呢 神是光啊 神说我们救着光啊 我们就能到耶稣基督那里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我们在神的盼望里头 我们有信有望有爱 我们按照神的方式 神的时间 我们等待神的时候 是最美的 因为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神从窜世之前就拣选我们 神在窜世的时候 他就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所以我们没有一样 我们可以不依靠神的 那既然是这样 神啊 求你让我们真的是 呼呼呼千悲在你的宝座前 我们一切顺从 跟随主 并且是到底 因为你拯救到底 我们就跟从到底 好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名显为圣 诸天都要沾显你的荣耀 全地都要输说你的伟大的作为 主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 我们赞美敬拜你 配得我们的赞美敬拜 主啊你观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软弱污秽在你面前 无处可藏 因此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 谢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当是虚心痛悔 当我们虚心痛悔 当我们悔改在主面前的时候 主的圣灵就会 引领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让我们的行为跟所蒙的恩 就能相称 主啊我们生命气息在你里面 主啊我们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洪水患难的时候 耶和华神 你坐着为王 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每一天都能转向你 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也赐给我们在今生有百倍 我们是被你保血赎回的一群人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话语 我们亲近你 我们爱慕你的话语 主啊在你的帐篷里 在你的帐幕里 你纪念你可纪念的名 我们谢谢你在安息日 在主日 让我们蒙这样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都是你拣选的主类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 我们是属神国度的子民 我们是要传扬你的名 我们是你招出来 要宣扬你 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着美德的一群人 主啊我们谢谢你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主啊求你兴起 兴起发光 祝福我们以及我们的后裔 能够世世代代在你的面前 得福蒙恩 你亲自的祝福我弟兄姐妹 手中所做的工 你祝福他们的身体 主啊耶利米埃哥二章十九节说 夜间每逢交根的时候 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清心如水 因我们的孩童在各室口受恶发昏 主啊我们为他们的性命 我们为他们的灵命 我们向主举手祷告 主啊你让我们守节心轻 主啊我们安静着工 我们在你面前听你的吩咐 我们不心怀恶意 求主亲自的看顾祝福 祝福我们在你里面 只有永生没有灭亡 也祝福让我们得享安静 以致我们不怕灾祸的灵道 因为主啊埃及人的疾病 必不到我们身上 你必让我们身所生 身所养 你必让我们所有脚踏之地 都是得胜之地 而你已经占量了 那加美之地是赐给你的儿女们 愿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教会我们众人奉主得圣的名 祷告祈求祝福 Amen